这天下午,学校准备举办一场三人篮球,淡淡听到消息后,立马跑过来找锤锤和鸡仔组队 好消息好消息,赢得篮球比赛就能获得一辆自行车 想参加啊,不过我们这篮球水平能行吗 嗨,这有啥的,三个臭皮匠,顶个珠个亮 鸡仔积极地举起手,蹦打起来 嘿嘿嘿,我也报名,三人篮虎,团结力量大 嗯,鸡仔,三人篮虎可不是这么用的 啊,难道不是说三个人团结起来的力量跟老虎一样强大吗 这你就大意了,三人篮虎啊,是指传谣言的人多了,就会使人们把谣言当作事实 啊,怎么会是这个意思啊,完全联想不到啊 嗯,这就得追溯到战国时期了 那时候啊,魏国有位大臣叫庞聪 他问魏王,如今有一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吗 垂垂看向了淡淡,淡淡摇里摇头说道 呃,我不相信 没错,魏王也不相信 庞聪又问道,如果有两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吗 这时,垂垂又看向了鸡仔 当然也不相信 嗯,没错 接着他又问,如果有三个人说街市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 这个时候魏王就想啊,都有三个人说有老虎了,总不会全在说谎吧 那我当然相信了 可是,大街上根本不会出现老虎啊 那,这就是谣言的厉害 三人成虎啊,能使人们啊,相信捏造出来的事物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我刚刚说三人成虎,的确不合适 嘿嘿,理解得很快嘛 理解成语啊,可不要只看字面意思 嗯,不能只看表面,就像我也不希望别人以身高来判断我不会打篮球 嗯,放心吧,接下来的比赛,我可要大展拳脚啦 比赛拉开序幕,在经历过一场激烈的角逐后 吹吹组的比分暂时落后 但三人在下半场力挽狂澜 连续投进好几个球,拿下了小组赛的胜利 三人欢呼起来 嘿嘿,终于可以得到我梦梦一车的自行车咯,太棒啦 然而,到领奖品的时候,大家却愣住了 呃,奖品,怎么是这辆小小的自行车模型啊 三个人面面相觑 蛋蛋,你是从哪儿听说的送自行车的谣言啊 这下可真的是三人成虎啦 嘿嘿嘿,这不是我想要的自行车 温馨提示,小朋友们,谣言止于智者 听到外界的传言时,不要盲目相信 要靠自己的智慧去分辨真伪 同时也注意谨言慎行 不要做那个散布谣言的人啊 我是你的趣味随身小百科垂垂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